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地主少爷 上坡才有机会去读书 在城里 他们很少在地里劳动过 但是赵树林他在地里劳动 熟悉农村的风土人情 熟悉包括像他父亲还会战卦 乡间这些东西 他对这些都非常熟 同时对相处的地方戏啊 对地方戏曲啊 对这些他都非常熟 所以他是完全是农民的那种文化 在他身上是非常充分和浓郁的这样一个存在的 所以革命文学一直说要为工农民服务 要深入工农群众 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来自土地 来自乡土的这样一个作家 当然成为革命唯一的一个中间的力量 所以赵树林当然他其实也是上过学 当过小学的教员 是吧 他在师范读书的时候也参加革命 那么也做革命的工作 学生做做这样一些造反的活动 那么最重要的是他身上具有的农民的那种经验 农民的语言 农民的生活 所以这些使革命文学一开始找到了他这么本真的一种起点 这也是在解放区的那种 毛泽东在那里建构的这种革命文艺思想所需要的一种范例 所以当时苏联要凭斯大林为奖的时候 中国开始推荐的是赵树林 就赵树林做到苏联他们完全不能够读这种东西 他觉得这莫名其妙 这就是农民写的这个非常这个简单的出招的作品 是吧 然后才送了这个改送了丁林的《太阳照》的三根河上 结果丁林的作品破架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赵树林的这样一种作品 它是有中国文学的某种非常浓郁的强烈的民族传统在里面 是吧 它是来自于和受地方戏曲 受民间文学 受中国传统的文学影响非常深的 那么这些和苏俄的这样一个革命文学的传统 它是有相当的一种距离的 《太阳照山河上暴风骤雨》这一类作品 它是和苏俄的这种文学 它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它是非常鲜明的一种现代的这种小说 我们后面因为还有一节会谈到赵树林 今天这里我们就简要的谈一谈 那么赵树林的作品 当然我要概括一下它的意义 我刚才也都说了 它是解决当时的现实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我说了 它是给出一个幸福的承诺 是吧 就是它对解放区新生活的塑造 也是在为革命成功后的 世俗持久的新生活 提供一种范例 就是这种新生活 不只是一种革命的斗争的一个场面 不只是土改 不只是暴力运动革命 但是还有世俗 所以在当时革命文学能够回到世俗生活 这一点是赵树林的重要贡献 所以革命终究要从神圣性回到世俗性 由此要回到革命主体农民的世俗生活 所以就要给出农民生活的一种幸福 这个幸福就在于 农民可以当家做主 青年有婚姻自主 是吧 然后他们青年有一种快乐的生活 关于周立波的这个生平介绍 我这里也不多说 这个小说底下 我的书底下都有 周立波原名叫做周少义 那么关于周立波的生平 底下有注解 那么暴风咒语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他们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暴风咒语 你看这个小说跟他照在三根河上很像 是吧 他开始也是一辆胶皮大车 是吧 他是老孙头赶到车 车上坐了十五个人 另外又一辆胶皮大车 那么这个十五个人呢 然后来到了一个村庄 是吧 然后来开始这个 开始土改 开始革命 那么他 他也更加 我觉得 你如果要把二者做一个区别 也可以看到 丁宁的太阳道的三根河上呢 他写农民的 那个斗争的过程呢 他要细腻为婉得多 是吧 那么 他包括他开始写的钱文贵 成仁和黑妮的这种关系 是吧 成仁一直摇摆 是吧 然后他原来是 受钱文贵的这样一个 在他家里打长工 是吧 和黑妮的那种 暧昧的关系 当然还有这个 张天玉啊 这个李昌啊 像这些人 张玉民啊 李昌啊 像这些人的这种 青年农民他们 革命 走上革命的那种 复杂性 因为 张玉民你可以看到 他大有匪气 他写他 爱喝酒 是吧 藏着胸怀 那么等等这些 他都没有一开始 就把这种革命者 青年革命者的这种形象 跟他固定化 但是相比较而言呢 暴风咒语的 他写的更加伶俐 他的笔的更加硬 我不能说他更加生硬 我觉得他写的更加 写的更加坚决 其实丁玉呢 写《太阳照三更和尚》 他的笔调呢 有他的优移的地方 你看他写《钱文贵》 农民接受这个《钱文贵》的罪恶 《钱文贵》没有那么多罪恶 是吧 他那么算想来想去 他就把他的恶哥逼疯了 是吧 叫他的爹去造了墨房 是吧 然后等等 有这些东西 那么 但暴风咒语 这个韩凤奇啊 叫韩大棒子啊 他就要穷穷饥饿得多 《钱文贵》呢 不过是一个诡计多端 但韩凤奇完全是一个恶霸 他对地主阶级的描写他 非常坚决 非常坚决 那他那个农民阶级 就是赵玉林和过前海 那么 这些呢 他们的斗争 也更加坚定 更加鲜明 所以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 暴风咒语 他这种 革命的观念 他更加鲜明 更加明确 更加坚决和彻底 这里面有一种暴力的合法性 和历史的快感问题 那么你看这个 暴风咒语的一开始篇 就有这个 也是一开始篇 就写到 很多概念的东西 就包括土改 土地 土地指示 土地的文件 然后 萧队长看到这个农民哼的那个歌 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 好像非常相对成熟的革命的一种环境 这根钉铃呢 它是从一个外面进入 完全那个地方 完全是一个革命 未启蒙 未开 未开启的一种状态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暴风咒语 它整个结构上来讲 它非常的宏大 去世的很有气势 语言也简洁愉快 描写场景呢 它有更强大的戏剧性 那么它里边呢 也写了很多这种 韩红奇的耍一些轨迹 包括 是把它的女儿弄出来勾引 勾引那些这个 一直薄络的这些 在农会工作的人 是吧 它写了很多这些东西 那么在这里 地主的这种 诡计多端 无恶不作 是吧 然后呢 这些革命者呢 有非常坚决的 当然也有摇摆的 那么 它对这些的书写呢 它有更强大的一种戏剧性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中国革命小说呢 它强调这种情节性的时候 总统它是强调戏剧性 那么这种戏剧性呢 它都以非常 夸张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那么这一点也可以看到 它深受这样一个 中国传统的文学的影响 大家看这个中国传统文学 三国演义也好 水武传也好 是吧 这种 战斗的场面 包括这个东周列国志啊 那个是最重要的场面 都是力举千军 是吧 这个挥舞着大刀就冲上去 然后这个两军对垒 然后坐着这个时候来一段抒情词 是吧 就是说这种高潮的时候 它都强大的戏剧性的场面出来 那么 在这个我们的革命文学中文 你可以看到 它 当然它不一定说在单一的 这样一个场面中凸显 但它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场面 它都充满了一种戏剧性 所以这点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 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 那么暴风咒语的叙述经验呢 在中国革命文学中呢 它 还是 我认为 我认为它还是首创 它这种气魄这么大 这么明确 所以它更鲜明的是受到苏俄文学的影响 那么这是一种革命的宏大历史叙事 传统的从苏俄传向红色中国 所以在中国的文学大理上都被建构起来 那么 当然也可以说 这个 它和太阳照的三个和尚 一道 我觉得是 一种首创 可能这么表述更加 准确一些 更加完整一些 那么 暴风咒语你可以看到 它也有斗争的场面 这也是小时候的高潮 最后的高潮也是斗争 攻省 韩老六 就是袁茂藤的苹果农民 在萧队长再三的启发下 他们也是克服了胆怯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图感运动 它跟看到三个和尚的去除方式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就是不断的起地农民 地主间间多坏 然后他们想起了 韩老六的无数的一种罪状 然后通过这个罪状 它然后来 这个斗争大会开始了 所以这个土改 它是怎么推行的这个革命 就都是公审公宿大会 让那些受过这些地主恶霸欺负的 到台上去控诉 有的家里呢 就拿出那个血衣来啊 就还藏着那个血衣 被地主打的血衣 那么然后拿到公审会上去 然后地主当场就被压下去了 当时枪毙应该是有百分比的 土改中有多少地主是要被枪毙的 所以它必须震量一批 这样地主阶级才闻风散党 人民呢才扬眉吐气 才敢去分土地 否则这个土地呢 农民都不敢要 它以为国民党 那个时候中国土改是从北向南 是吧 北方 那么南方还没有解放 所以这个动争要非常的激烈 大家可以看一看 暴风咒语这里的这个描写的这个场面 它挡也挡不住的暴怒的群众 高举的棒子纷纷往前起 望棒子纷纷落下来 一个妇女挤到恶霸地主 韩老六面前就是韩大棒子 就是韩凤琪 她举起棒子说 你你杀了我的儿子 所以大家注意到 这个秦文贵定定想了半天 也没想出秦文贵 有杀人的这样一个血在 但是呢 这个韩老六 就有杀人的血在 他已经把地主 显得非常的凶恶 那么 如果棒子落在韩老六的肩膀上 但要再打 他的手没有力量了 他撂下棒子 托到韩老六的身上 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膊 他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 所以大家看看 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就是说杀子之仇啊 这不是杀父之仇 是吧 杀子之仇 还有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还有什么把他的儿子杀掉 这个仇恨更加强大 所以地主阶级的这种形象 就是被这种仇恨所建构起来 所以各种的仇恨 成为支撑阶级斗争暴力现场的根本依据 并且具有历史普遍性的意义 它构成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能源 其实在乡村中 中国乡村中 有时候都难免有一些邻里的纠纷 邻里的纠纷 其实并不只是一个阶级 对另一个阶级的血泪的这样一个斗争 邻居可能都是农民 可能他们不小心打的话 就会把对方杀掉 这种事经常的 就王八大革命 我们那个地方经常发生村与村的亵斗 这村的农民和那村的农民 就拿了锄头 镰刀 菜刀 大刀 就去打 经常就砍翻了几个 那么把对方砍翻了 第二天就抬着门板 当地是没有棺材的 棺材是要正式下葬才有棺材 就把门板卸下来 把那个尸体就抬到他的村庄上去 然后这个村的人 他们就要拿出粮食来 给他们做饭吃 吃了再来谈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是吧 那个蟹豆 它经常 其实就是因为水的问题 甚至因为在这条河 水有权在那里毒鱼 毒鱼啊 大家知道这个鱼啊 河里面的鱼啊 就是到了这个夏天 就把农药就倒到河里面去 就把这个鱼呢 但是这个捡这个鱼来吃 你们北方 北方的人没有这个体验是吧 我们那里的是什么呢 山区 山区那个鱼的不好抓 那个它有这个水的就很深 农民呢 到了到了这个 割完了稻子之后 它有一段的农田时间 那个时候呢 其实那是对水资源的一个破坏 对生态的一个极大的破坏 但是在那个年代 因为猪肉 没有猪肉属 猪肉是要 要捅构捅销的 毒鱼比用电来打鱼呢 还更灭绝性 摧毁性 它连小的鱼苗都毒死了 所以有些鱼呢 它是侥幸逃脱了 所以第二年又防治 然后第二年又开始毒鱼 我在那个农村 我10岁跟我父母亲到那个农村 一直到17岁到另外的地方插队 18岁或者去上学离开的 每年的夏天 我都参与去毒鱼 当然我不是那个放毒的 就是一到那个村庄 就是知道哪个地方毒鱼 然后就在那里 那个农药都是村里边的门门 他们就开始兑好了这个农药 就往那个河上游 他们头一天晚上 就要把上游的水跟它注起来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那个经验简直是非常疯狂的经验 那个水就小了 水小了对农药的需求量就少了 对吧 然后呢 在一个水的源头的一个地方呢 就开始到 大家知道我是住在这个武夷山 那是整个 整个敏江的上游 那个富屯期 那里的农民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我们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就教育我们怎么去 以这种方式去毒鱼 很多年回想起来 我都不寒而栗 但是农民在那里面 后来没有 改革开发 后来可以养鱼了 后来可以养鱼了 后来就不脱了 好 好 好